有沒有想過吃剩的麵包 還是不要的廢紙 只要加多個焗爐 就可以成為煉鋼術的材料 研究方法主要是用一些廚餘 另外有一些纖維廢料 例如一些紙巾 將它們和一些鐵礦粉放在一起 只要把它放進一個焗爐裡 然後加熱大概十分鐘左右 就有很多生化甲丸的氣體出現 其實在加熱完之後 當我們拿出來的時候 那些鐵礦粉就已經變成鐵金屬了 讀中六的鄧卓妍 用了一年時間 利用化學堂所學到的知識 研究出這一種技術 不過他說煉鋼也是其次 研究的重頭戲是焗酒溫室效應 放在堆田區 它們會釋放很多甲丸 如果我們又可以將這些廚餘 和纖維廢料回收 並且用來煉鋼 就可以即場 是100%完全利用了甲丸 就可以減少堆田區甲丸的排放 這項研究 在第六屆國際可持續發展項目 奧林匹克競賽 獲得環境組別的銀獎 鄧卓妍說希望能將技術 應用到真正的煉鋼業 另一個在比賽中獲得工程組別同獎的 是由這三位中五和中六拍照發燒友 所發明的閃電快拍技術 最快可以在百分之一秒裏 補足高速飛行物件 瞬間一刻 他們說希望這一項研究 可以幫助喜歡生態攝影的農友拍靚照 減少對生態破壞 香港一些拍攝蝴蝶的人士 他們會為了拍一些漂亮的生態照 而放一些蝴蝶在雪櫃裏 冷到它變硬了 容易方便影響照 或者直接噴一些水下去 令到它有光澤 其實他們的行為比較主動 其實我們這個作品是比較被動的 是放在一個位置上 靜悄悄地等一些生物經過時拍攝 就不會作出一些攻擊性行為傷害到它 這兩隊參賽隊伍 都是在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大領下 遠赴美國參賽 毫無疑問參賽對學生來說 獲益良多 擴闊眼界 不過有工業學校教師就指 本港的科研資源不足 並非每個學生都這麼幸運 有機會到海外參賽 有些經費可能要幾千元的成本 一般學生很難支付研究成本 一定要學校、救生、政府去支援才行 尤其是去到國際比賽 我知道有些學校要自己出機票錢 才能夠去到美國的比賽 黃石一年期望政府增撥更多資源 在科研上發掘本港學生創意 《香港風貧電視》寫在黃家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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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風貧電視》寫在黃家林報道